背后的故事 花木兰 一段经过英雄的局势传奇 一曲港股动静的浓情颂歌 无论是戏曲版的豪迈气度 或是动画版的异语风景 花木兰的种种演义 都鼓舞于感动着 行走在生命的激浪中 坚持自我 拒绝人师 奋勇向前的当代众生 十年磨一剑 香港导演马楚成 携手当红影星赵薇 成坤 房祖明 中导推出战争巨制 花木兰 将机遇数十载的家国情怀 投射于纵横光影 以最中国的方式 却是炎黄血脉里 彼此相识的那个 石城边陲 玉敌千里 祝福了当代世界的 东方女英雄 花木兰 2009年11月 电影《花木兰》剧作 与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 相约北京 畅涵穿越古今 综合于风沙的剧作 拍摄故事 以及与花木兰相关的 那些中国情节 与浪漫心怀 《花木兰》剧作 傅姬姬,莫难当护之,不闻鸡柱声,维闻女叹戏。 相平线,男子那帐,倒边转,女子藏旨在家园,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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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不如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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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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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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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多重的情感的一个演绎 小房子 我是范木兰 在戏里面最亲密的一个男生 对不对 要这样讲 但是人家不爱你 对对对 我知道 要这样讲 好 我是范木兰的导演 叫马楚成 他们都是我的爱人 因为把我最爱的电影范木兰拍得非常的棒 希望大家爱这个范木兰 这个电影 谢谢 马楚成导演 您是香港很自身的一个导演 拍了那么多题材之后 为什么这次有天便看中了范木兰 坦白说 从早期违规之后 这么多年 十几年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多了一个对国家的情怀 所以我到拍范木兰的时候 是我以前从没有 所有作品里面都没有 对国家这个爱国的观念 从来没有怎么中过 所以当我接到范木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里边有一句对白 我一定要放下去就是 我范木兰绝不背叛国家 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国家的观念是挺惨的 为什么我们到外地的时候人家问我们是什么人 的时候我们是香港人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是英子的法人的时候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那个时候不懂得回答 所以当我把范木兰的时候 我把很多情怀都放在那边 第一个定下的演员 现在大家知道的是陈坤 那作为导演来讲 为什么挑陈坤来 定陈坤原因我跟他比较熟 我觉得我们导演找一些演员 就是你对他有信心 他要对你 我觉得永远是相辅相成 我觉得他会成为中国 肯定是最好的演员其中一位 当我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是很希望谁来出演这个女主角 因为花木兰这个角色 是这个电影的灵魂人物 选对了一个好的演员 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幸运参与的事情 那我说为什么不找赵薇啊 他在上学到我到现在认识 他是一个具有女孩子的 的魅力的同时 他具有男孩子的好手 他很大气 那一瞬间我是非常兴奋地推荐他 小薇 你什么时候接到导演的 应该是早就封闻江湖上 有拍摄这个电影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不错的 我也知道马楚晨会成为 这个片子的导演 我非常想出演这部电影 陈坤有给我打个电话 说有推荐是我去演 希望我能够来演 我说会的 我说一定会的 这样的对吧 那时候其实我应该跟你说 应该是我这样 对 小房子 你怎么用你的语言 用你的外国的朋友 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们介绍 中国这么一个著名的女英雄 外国一些朋友通常都是透过 迪士尼 World Disney那边去认识到木兰 这个会比较贴切一点 我会教他们看 除了因为我们贴切 就是因为有我嘛 我的朋友一定要看我的电影 所以我可以教他们 我们现场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电影《花木兰》的预告片 提醒了 电影《花木兰》的预告片